哈喽,兄弟们,我现在在这边的车行 风田车行,Toyota,给我的车子做一个保养检查 我有的时候会经常跑一些长途,开车旅游 所以说我车子转化比较大,所以我的车子经常到车行来做保养 主要是日本车,风田车,耐操,轻开,耐用 怎么开都开不快,只要你定期来这边做一个保养检查 经常换油啊,就没什么问题,你车子就不会有什么损失 而且开的卖率高了,这个车子开的卖个好价格 这是风田,仅限于风田,我看风田本田这两款 你别的车子就不怎么保值了,只有风田比较保值 然后我今天做保养 它是在多少公里啊,多少公里以内是免费的啊 免费给你做保养,换油 好像三万公里,三万英里以内都是免费的 所以我买了车到现在,都没花过一份钱 就是换油啊,做保养啊,它就给你轮胎啊,给你换个方向啊,换个位置啊 给你做个四轮的这个定位等等,免费的啊,全都是免费的 这些风田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售后服务吧 很多人都选择买风田,经济实惠 我的车呢是 大陆那边叫荣放啊,2023年的荣放 叫RAPPOR,RVA4这款车 现在是美国这边卖的最好的,也是最畅销的 日系车里面最畅销的,而且全世界,全美国啊 是最畅销的一款车 也是风田卖的最好的,除了RAPPOR,就是开门瑞 这边车行的人我也都认识了啊,你经常买车子也都在这边买 然后,这边有一个华人的那个service 就是这边那个,因为这边很多华人嘛,所以在这边车行有好多销售 是咱们华人,然后他的那个前台,不是前台,那个 服务台,帮我换宝雅这个服务的那边 一个哥们儿也是华人,台湾人 销售呢是有两个,也是大陆的,大陆那边 这边非常方便啊,就是说有一些华人啊,英文不好的 或者不会英文的年纪大的,来这边都比较便利 尤其刚来美国的这些,买车啊,什么都很方便,都很便利 当然,美国买车呢,是可以现金买,也可以代款买,都可以 那么跟随我镜头,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车行呢,现在车的价格 是怎么样的,Let's go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在拉斯维加斯这边的丰田车行 现在小车啊,经济实惠型的,像凯玛瑞这些,根本就没有货啊,没有现车 现在只能给大家看一下这种好车了啊,这是我的Dream car 啊,坦途 7万 啊,7万9,78,哇塞 这是一个总价啊 不知道看得清,看不清楚啊 709,78,7万多,将近7万1 哇,这个是高级,高配的啊,高配的 这些高,高配的,这是坦途 哇,很帅啊 这个轮毂也很漂亮 轮毂也很,也很帅 它里边应该是皮座的 然后这一款就是普通的了 因为坦途有很多种,很多种型号 这款应该是比较普通的应该是 啊,这款是五万七 五万七 total 这个应该是没有加过税的吧 这还没有加税 停了好多车 哦,这是新款的,二五年的这个 Takuma 二五年的Takuma 我刚才看了一架,也要四万多的 四万多 没价格这个,我刚才在里边看了一辆 这个也是 哇 197,1794年 版本 Edition 哇,这是比较复古型的啊 按理说它应该是比较复古的造型 应该也不便宜 哇,这是TRD的 TRD的 价格的 没价格 窗户上也没写 没有 估计也在 七万左右了,估计这车子啊 哇,真帅 TRD的更帅 Logo都是黑色的 这个 Logo都是黑色的 很酷啊 看到它后边 这个斗 哇 美国人买这种皮卡车 是比较常见的 因为 美国的汽油 说实话 就算现在价格贵啊 也不算很贵 在美国来讲也算便宜的 因为它一般买得起这种 大车啊,这种皮卡车的话 它都不差钱的 一般买得起这种车的人 它不差这个油钱 大多数都是 个人的喜好 甚至有自己的用途 比如说 做装修的啦 做工程的啦 这些 他们喜欢买这种大车 大的皮卡 还有就是纯喜好啊 个人爱好 当然啦 如果你的经济条件 不允许买这么贵的 这么好的车 那就可以买 这边的 还有比它小一个 尺码的啊 这个叫做Takuma Takuma 因为美国人呢 都是比较高大 五大三粗的长的啊 比较高大 所以他们喜欢开这种大的皮卡车 美系车 美系的皮卡 日系皮卡 日系皮卡的代表呢 就是封建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比它小一号的Takuma 应该没有比Takuma再小的这个皮卡了 这也是它改款后的 新款啊 这是2025年的 25款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车子感觉如何 啊 这个出厂啊 出门是45 45,294 但是这个也是没有加税 还没有加税 像这个车行啊 现在所有的车行 我不知道其他州啊 拉斯比亚斯的这个车场 车行啊 丰田车行 现在都是这种 贵的车啊 皮卡车 它有现货 它摆了这么多车子在车行 停车场 哇这款就更帅了啊 这个它是有一个 散热 散热孔在这啊 哇这个漂亮 这个东西这个好看 看看这个块 啊这是TRD版的 轮胎鞋 这是TRD 看不到价格啊 52,000 52,000多 将近53,000 你看这就是最普通的 最普通的轮骨啊 这个也没有什么区别 啊这跟普通的没任何区别 轮胎也没有加宽加厚 加大 造型也很普通 那里面都是布的 布座布椅 大东小一 这款就是白色的 然后 它的轮胎不一样啊 这个叫越野轮胎 uproad 它这个轮 轮胎不一样 轮胎不一样 轮骨也不一样 然后 门把手是黑的 门把手是黑的 前面这个 灯也不一样 造型也不一样 差不多 不一样 它这个是网子的 网状的 哇这个还不一样 哇 iFrozen Max 价格应该差不多 这个56,000 5万6 5万6千块 这个轮胎比那个大一点好像是 差不多 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底盘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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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盘是 有个这个东西 这个没有 我更喜欢这款啊 更喜欢这家 这个有点多此一举了 感觉这个东西有点多此一举 你看现在连一辆七人座的赛纳都没有啊 都是这种大车 都是这种大车 都是这种大皮卡 哇 好吧我们现在再看一下二手的吧 刚才都是新车 卡到这二手的有没有价格在这边啊 这是一个Hellander 哇17年的 17年款的Hellander 哦 这个 这是价格 诶 有没有价格 等一下啊 哦 这个价格要扫这个码 扫这个二维码 现在都不贴啊 都不贴价格在这边 玩套路 它都得 就让你扫进去 然后它就会获得你的信息 看看这边有没有价格 这是二三年的 这是什么款 二三年的 就是Hellander 这个应该有价格吧 啊这个有 这个有价格 哇看现在二手中有多贵啊 二三年的 跑了多少卖了 三万三千二百九十五英里 啊三万三千二百 九十五英里 现在还要卖四万一千多啊 四万一千九百九十一 我的天啊 跑了这么多了 还卖四万多 这日本车真是保值啊 这风点啊 它也是TRD的 TRD Sport 轮胎也是加大的啊 敦鼓 Foreigner Foreigner 这款车新车也不过四五万吧 我记得好像新车也才不过 也就五万块钱 四万多 四万五六吧 开了三万卖 三万多还卖这么贵啊 保值啊 这足以说明了这个日本车是多么保值 TRD的里面都是皮座的啊 高配的 啊这边都是Foreigner 都是Foreigner 这是二三年的 这是19年的 19年造型就比较稠一点的感觉 这两个车都有这个踏板 都有这个踏板 这个又没价格 这个又让你扫 扫码 19年 跑了多少公 跑了多少英里了 哇 七万卖了 七万啊 七万零二百四十五 哇 这个卖出高了 这个我 不知道是多少钱 他这好像 我发现了一个 一个原理啊 越是这个卖出高的车子 越是年 年份久的车啊 都没有价格 他就让你自己搜 扫码进去 是二二年的 二二年的 又有价格了啊 二二年的二二款的 我发现了 他这个原理啊 这个有 贵的 他有价格的上面 便宜的也没有 啊 老说这也 五万多卖了 哇塞 这是二二年的 开着五万多了 三万七 啊这个便宜一点 这个比那个便宜点啊 这个比那个便宜一些 那这个是普通版的 好像是 对这个就没什么 卖点我个人认为啊 轮毂也不怎么好 也不怎么好看 那我们再看看这边 哇 这款车 就是塔克马 这是哈兰达啊 哈兰达 哈兰达 哈兰达也是 不错的车子 它是七人座的啊 小七座 对的小七座后面 这是多少 啊 2021年的 Talender XLE 跑了五万七千三百六十 英里 啊 五七三六零 啊 五万多 哇 现在还卖三万两千七百九十一 啊 真保值啊 哇 这真保值啊 21年的 2021年的 还卖三万多的 哇 天哪 现在随便一辆二手车啊 都是这个价格 在美国现在 你无论走到哪里 价格都差不多 不会太低 我发现一款啊 这还是哈兰达 我以为赛纳的 这个没价格 二十三年的 没有价格 二十三年的 算新的吧 半新 现在二五年了 这也是 就是Rawful啊 跟我车一样 Rawful 22年的 我看看啊 我是二三年的 他是二二年的 哇 两万七 跑了六万多卖 六万多卖 六万三千多 XLE 两万七千九 就两万八了 两万七千九百九十一 就两万八千 两万八千块 这个窗口的价钱啊 车窗的价格是没有含税的啊 还没有打税 他还要算你的利息 这边买车啊 就是说你如果你是贷款的话呢 他要收你的利息的 这个抽张价格还没有包括你的利息 啊 利息呢 就是根据你的个人的 信用啊 credi 来计算的 你credi越好 你的利息越低 你每个月的越供 就会越少 当你付的首付越多 你的这个 每个月的越供 也就越少 银行就是吃你的利息嘛 赚你的这个利息嘛 所以说现在在美国买车呀 老实讲真的不是很便宜的 尤其疫情后啊 就是疫情后 这个开始涨的 所有车子都都跟你 加来加去 加了很多东西 就超贵 你说以前哪有这么贵 以前买一辆丰田 一两万 两三万 顶天的啊 新车 现在二手车都得三万多 这还是个电动的啊 一看就是电动车 这叫什么 BZ4X 没听说过啊 新车 这一看就油电混合的 要不要纯电动的 啊 电动车 新车 那边有价格 啊 这是一个充电的啊 充电口 别说呀 日本车这个造型呢 丰田这个造型 确实是比较前卫啊 比较前卫 哦 有价格在这儿 哇 四万多啊 四万多 四万七 不便宜 不便宜 四万七千多 好像油电的这种电动车啊 现在都挺贵的 但是风 但是特斯拉已经降价了 哇 它里面的大屏幕啊 我这个屏挺帅啊 门开不开 门锁着的进不去 只能在外边看 它这个屏还不错 大屏幕 说实话 丰田的这个里边的内饰 我不是很喜欢 因为我本人开的时候丰田啊 不是特喜欢它里边的内部结构 很一般 尤其它的中控 跟它的对手本田比差一点 没什么车子 那边都是大皮卡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我这转了一圈啊 终于发现了赛纳 两部啊 两辆赛纳 那边不知道是不是啊 我再往那边看看 也没价格 哦那边有价格 15年的哇 天 15年款的赛纳 你看还是没价格 这老车都让你去扫毛啊 烦人这个 跑多少个公里了 11万卖了 11万4 便宜不了 你看这是越老的车 越给你扫码啊你 哟 这车挺帅啊 哈伦德 哇 这车漂亮 这改过油漆的啊 改过漆的 它贴的膜里是 哇这个挺酷啊 哇这车不错 哇这车好看啊 啊 标都是涂黑的 然后 它这个膜是贴的 改的色 我轮骨挺帅啊 黑化 黑化 2022年的 2万7000卖 2万7 也得扫码 扫码看便宜不了 好啊 这车绝对不会便宜 这车怎么也得要你个四五万 这车子 看着点把他就不便宜啊 哇这车挺帅啊 哇雷达啊前后前面都有雷达 下百货啊 哇这车酷啊 这车不错 哎车的颜色也帅 哇这改的不错 但为什么要卖呢 2万7000就卖了 哦这边还有 这边都是二手车了 很多都不是丰田的了 都是其他品牌了 本田 哎这叫现代 都要扫码 我看到了都要扫码 车还不少啊 都是二手车 都是拿这些车子来抵押的啊 换的 因为美国这边买车的都可以换啊 都可以用他们的旧车 到这个新的车行 到丰田这边来换掉啊 把他车子抵掉 补个差价什么的 好了 感谢收看我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我是山哥 喜欢就订阅 了解美国真实的华人生活 了解真实的美国